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元神4.6 封单全宝箱让物神童 一条龙全收集 旧日斯海诺托斯区邪律上的永续斯 为了旧日与明天迟来的归乡他的 生命在那边超越时空的空想 邪律愿一 神童42 宝箱105 好,那GPE我们还是来到 崇高大豆左下角这一个锚点 到这里我们往南方向 地图下方,从这边走 这里游过来 在这边这里有个摩拉堆 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东方向地图右边 从这边游过来 这里又是一个摩拉堆 把这个捡起来 好,捡起来就有摩拉堆 东方向地图右边 我们抬头往上游 这里又是一个摩拉堆 这是一个神童 拿到这颗神童 拿到神童之后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往上游 好,这里游上来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解密 这边我们去到中间这里 把这个溢色章鱼力量拿一下 然后把旁边的三大怪清掉 好,那我们切换怪之后 这边这个罗帽水母 它会自动 自动去到它该去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会解锁一个 这个叫精致宝箱 我们来拿到的一个精致的宝箱 好,这里拿完这个宝箱 然后继续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往上游 好,然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那边游过来 这里有个现实挑战 好,来开启这个现实挑战 那开启这个挑战的话 在我们脚底下这里 有一个摩拉队给它捡起来 好,拿到这个摩拉队 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个柱子的顶部 好,这里又是一个摩拉队 捡起来这个摩拉队 好,然后再出来往脚底下游 好,在这个柱子的底部 柱子的底部 这边这里又是一个摩拉队 来捡起这一个 好,那这个摩拉队捡 捡起来之后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往上游 这里有一颗神筒 我来拿一下这颗神筒 拿完这颗神筒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一个怪物镇水的宝箱 好,来清一下怪 好,千万怪拿到这颗普通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游出来 好,游出来 脚底下 这边这里挥头 这里有一个摩拉队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摩拉队 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从这边往前游 在前方 这个柱子里面 这个柱子里面 这里又是一个摩拉队 捡起来这个摩拉队 然后再往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再往上游 在这个柱子的顶端 顶部有一颗神筒 拿到神通 然后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往交接来游 过去把这个 某点打开 先看一下某点 好,那开了某点之后 往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 这边游过来 这里有一个 罗帽水母 想想办法 跟着它这 好,然后把怪清一下 那清完怪继续跟着它走 这样会出现一个精致的宝箱 好,来开启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然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 这边的水威力 把这水威力吃完 这个水威力吃完的话 是给一个摩拉堆的 这个水威力吃完的话 是给一个摩拉堆的 好,那就在这个 就是什么 机械鱼啊 它的头部 这边拿到这个摩拉堆 拿完这个摩拉堆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还有一个罗帽水母 继续过来找它想想办法 还是一个人搭走 好,等一下它 好,这里 好,这里 这里继续拿到这个精致宝箱 好,继续拿到这个精致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然后旁边的水威力继续剪一下 把这个水威力同样是给那个摩拉堆 好,还是在它的头部 拿到这个摩拉堆 然后摩拉堆之后 在西北方向地图左翻角 这边 它那个屏障消失了之后 一颗神筒 一颗华丽宝箱捡起来 好,这边捡起来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好,过来把这个挑战 这边的挑战做一下 这边的挑战 調教完成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往前油 我們這邊油過來把旁邊的圓圓彎刀剪一下 然後再過來開啟挑戰 這裡的話要三次給它打完 這邊 看準啊 看準那調教完成之後會出現一個精緻寶箱開啟打 拿完這個寶箱南方向地圖下方 上面抬頭 在這裡有一顆神通 拿到這一顆神通 拿完這顆神通之後打開任務列表 找到這個重建金色水道其二追蹤目標 然後我們回到從高大到左下角這個矛點 好回來之後跟著任務指引 跟著任務指引 好這邊過來 這裡召喚激流 好然後把我們自己發射出去 好這邊再過來 把這個矛點打開 然後拿開了矛點之後 這個 驚豐 這個驚豐 它這個任務狀態更新了 這樣我們跟隨這個驚豐前進 就跟著它抖就行 好這邊點擊操作 好這邊點擊操作 把這個 同樣給它對準 對氣 好那對氣之後 在我們的動彈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這裡有一個 這個什麼鳥 等一下 用一下這個 用一下這個 欸 這元素戰技 欸什麼情況 用一下讓它回去 喔它回去了 然後在我們的 西方向地圖左邊 那邊有 這個風史萊姆 打了 然後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這邊繼續打風史萊姆 好現在在我們的 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這個柱子中間 這裡有一顆神筒 拿到這一顆神筒 然後旁邊的這個 是什麼 紫色水母彈起來 彈起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叫奇葵寶箱 拿到這個奇葵寶箱 我們再回頭 回頭跳進來 跳進來之後 來摸一下這個 這個鳥 再摸一下 然後從這邊那個 給它彈起來 彈起來 我們繼續來摸它 繼續來摸它 它交加又出現一個紫色水母 然後來到這個正中間 正中間這邊再摸一下 好這樣的話這個寶箱就解鎖了 所以我們再跳過來 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 然後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我們跳下去 跳起來這邊是一波 怪 我們來把這兩隻怪 清一下 好切完怪之後 來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往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這邊走 好這邊走過來 然後往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樓上去好 上來這邊一個懸咬羽箔撿起來 請正前放一個摩拉隊 繼續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邊這個傳動門 好來乘坐這個傳動門 好幫我們送上來 送上來之後 我們在西南方向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 進入這個紫色的水母 跳起來 跳起來之後 我們再跟著任務指引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這條路 從這條路走出去 從這條路走出去 跟隨飛鳥幻影啊 跟隨飛鳥幻影啊 好 那這邊就 來到了這個安魂曲 就是中章R 那我們這一批就拿這麼多 現在我們再對一下我們的成就數R 我們現在是 在4.6版本 18個魔點 3個先生 105個寶箱 還有16個先生 再看一下背包裡面是42個神筒 好的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好 謝謝